娱乐圈中不仅有非常高调的一批明星,也有一些非常低调的明星,有得低调到结婚二十年却没人知道,如果不是自己本人晒出来,或许会一直被隐藏下去,比如像张灵星,她跟丈夫护妖之结婚,二十年却一直非常的低调,直到孩子生完后才被打架。 大家知道,其实娱乐圈中还有一位同样也非常的低调,再跟前妻结婚再到离婚,其中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年时间,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,这个人就是李光洁,相信说到这个名字大家还是不熟悉。 但是如果说杜拉拉山直记中的王伟,或许大家还是有印象了,还有就是在前段时间,张波,玩的热播公斗剧如一传,她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北国狮子。 世家被非常仰慕的人,从2001年出道至今,已经有十七个年头浪,李光洁的演技,一直都是被大家所认可的。 在2001年的时候,李光洁被导演张黎选众饰演了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光绪皇帝出道,所以她经常会在一些场合,表示对导演张黎的感谢,表示如果不是她,也没有今天的李光洁。 后来她陆续地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,并且凭借杜拉拉生直记王伟这个角色,获得了第三季华顶奖,偶像励志去最佳男演员奖,因此她也是圈粉无数,虽然在事业上算不得大红大紫,但也算小,有名气,不过对于感情来说,就不是那么的幸运了。 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前妻也是一位演员,叫豪磊,相信这个名字并不陌生,在1997的时候,出演第一部电视剧《十七岁不哭》而出道,后来在电视剧《少年仙子》还有颐和园让她备受关注,凭借电影《第四章话》,获得第四十七届《太哇金马奖》最佳女配角奖,可以说她的演技也是很在线的。 李光杰跟豪磊在2007年的时候相识,后来很快的就发炸成了恋人,同年两人低调结婚,只不过这段婚姻迟迟了两年就分到扬镳,虽然两人的离婚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,但是也让很多人困惑了许久。 所以李光杰在一次参加金星秀,那时候说出了其中的原因,她说,豪磊是一个非常的演员,她的演技也非常精湛,生活中的豪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,但是她的个性太强,所以在生活上两人经常会有摩擦。 所以在慎重考虑后,觉得并不合适,所以就选择了离婚。 离婚后的李光杰依然保持她遗管的低调作风,很少有什么绯闻传出。 直到今年九月份,有人拍到她跟一位长发年轻女子一起出入电影院,在看完电影后又进入一家便利店购物。 最后返回他们的住处就再没有出来,种种迹象看起来,三十七岁的李光杰,疑似有了些恋情,其实她跟豪磊离婚有近十年的时间了。 即便如果真的找到了女朋友,也是情理之中,要知道她的前妻郝磊,现在早已经嫁为人妻。 如今的郝磊婚后的生活十分的幸福,也希望李光杰,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。 结婚两年低调离婚,称前妻郝磊个性太强,接三十七岁,疑惑心恋情,夫妻之间本来就是要彼此合格来才能走到一起。 如果说彼此在生活上不能相互扶持,彼此不欠让,就应该像李光杰跟豪磊一样该结束的结束,不要拖泥带水,只有这样,两个人才会幸福。 而对于这个事情,大家是怎么看的?